我们念佛 当然主要是靠嘴巴念 南无阿弥陀 南无阿弥陀 其实真正念佛的人 手掌也会念 毛孔也会念 大脚趾头都会念佛 像你们刚才鼓掌 那为什么鼓掌啊 心里高兴一欢喜 佛这么好这么慈悲 来不及了 嘴巴念都来不及了 这个鼓掌 有人说了 阿弥陀好不好 阿弥陀佛救度 这无条件救度 赞成不赞成 举一只手还是举两只手 好了放一下 总之 这也代表什么呢 代表全身 我们是全身念佛 为什么 因为我们念佛是心里边贵命的 我们这个心一旦贵命阿弥陀佛 我们会不会是全身心的贵命啊 说不是 我光是靠嘴巴贵命 我的大指头不贵命 不会的 我们全身心贵命 所以我们礼拜 也是全身的礼拜 念佛 我们念佛也是 从里边往外边念 大指头什么都会念 只是我们指头上没有嘴巴 有嘴巴 我们大处都念 毛孔都念出来 全身心念佛 所以这样念佛叫信心欢喜 这个念佛 就是完全的念 当然 这个高难度的 下凭下十 不要跟他讲 说你现在不光嘴巴念 要全身念 不是这样 就是心中念佛 就是代表这种法喜 你就是盖都盖不住 叫做身心洋溢着法喜 从毛孔里边都喷出来了 为什么 就好像那个 有一个塑料袋 这个塑料袋里边呢 装满了水 这个水里面压力很大 你拿小孔一扎那个 怎么样 那水就盘出来了 哎呀 因为我觉得这个法门太好 所有人 你只要遇到阿弥陀佛 欲无空过者 所以阿弥陀佛来到苏博世界 这个苏博世界呢 是三界火宅 我们的法师 我们的脸有 我们这张嘴巴 不过是阿弥陀佛来 救三界火宅 那个喷碎龙头 但是按这个龙头的是阿弥陀佛 他一按 今天我们就在普渡寺 来消防演习 念南无阿弥陀 南无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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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 那个拜佛去 这个平台来采访我 我说 你愿意到西方去红法吗 那当然 对不对 咱们这个法门 红遍全世界 那是轻松小事一桩 为什么 因为有市场 因为 众生都需要迷途的救度 众生都需要迷途的救度 众生都需要迷途的慈悲 没有一个人不需要 现在你不牛吗 二十几岁 等 阿弥陀佛无量寿 够等的 三十岁 再等 说还在搞缠呢 还在搞什么 还在转呢 我再等 看你 哎哟 阿弥陀佛 搞什么了 我得了癌症了 阿弥陀佛 我现在老了 我那么多犀利啊 大臣今年都不记得了 阿弥陀佛 来来来 就是 这个法门 没人不需要 你现在 不是你不需要 你交慢 交慢 避懈怠 昨天还有人问说 他知识分子 他适合修净土法门吗 我就跟他回答了 比如说 你就问那个飞机 说飞机还能飞得 超过天的高度吗 你飞得再高 是的 飞了一万多米 你能超过天了吗 你有多少知识 所以我今天早上写了一篇文章 明天早上发表 看我的微信 叫做爬虫与飞鸟 很多知识分子啊 看不起念佛的老太婆 他为什么看不起他呢 就因为他不是字 他为什么自己牛呢 就因为他是字 那么比喻什么呢 这个爬虫 他爬到山顶上 小虫啊爬 使劲爬 爬到山顶上 他仍然在地面 对不对 你有离开地面一寸吗 还在地面 不看见爬到山顶上 那个飞鸟 一个小鸟 哪怕飞在山谷里边 它仍然是飞在天上 但是这个爬虫爬山顶 一看 嗯 你在下面 所以爬虫 他看不起这个飞鸟了 说他不仅看不起飞鸟 他也看不起天 为什么呢 听说鸟飞在天上 现在我比天都高 你看 下面 这个爬虫爬到天上 爬到这个山顶上的人 就代表那个知识分子 使劲地学习啊 背书啊 背背背 知识分子 知识累积得很高 累积这么高了 看别人不识字的人说 你看 他在下面 不知道这个不识字的 那个老太婆念佛 他是飞鸟啊 他不在下面 他离地了 他离开六道轮回 这个地了 你还在地上钻呢 那高度有什么用 对不对 那高度不代表境界 你还没离开地面一寸 你能离开一寸 你算你本事 小爬虫 对不对 对不对 我曾经写过 一个叫种性 什么叫种性 这种性不一样 念佛的人大致不认识一个 但是他是念佛的种子 那种性是什么 他是成佛的种 你不念佛 那是六道轮回的种 这种跟种不一样 那能说的明白吗 说不明白的 你看哈 这一棵桃树 那个桃种很大 这么大一块 那个松树的松子 这么点点小 但是桃树 你绝对长不过大松树 松树能长一千年 能长那个高松入云 它为什么长这么高 种 种不一样 你看一笔 桃树说 你看桃树 我这么大 你那么小 我这么甜 你点不甜 我这么软 你帮硬点 如果种比 它还能够超过它 但是绝对错了 我们念佛人 为什么佛 来赞叹我们 人中分头离花 种不一样啊 说种啊各位 这是国家 阿弥陀佛是种子公司的最优代理 他知道的 阿罗汉来了 阿弥陀佛眼睛一闭 阿罗汉 焦牙败种 不赞叹 说念佛人 马上脸要两眼放光了 分头离花 我们各位念佛人啊 你自己要自尊自重 你根本就不知道 念佛的尊贵 自己念了佛呢 还得羡慕人家 焦牙败种 你干嘛要羡慕他 不需要羡慕 什么他会参长 他什么会参长 会打瞌睡 不要羡慕他们 我说实在的 我们学了这个净土法 我什么都不羡慕 你得到这个法门的好处 你怎么会羡慕别人 没有坐飞机 还羡慕在地上走路的 你要羡慕他 说明根本没坐上飞机 你坐上飞机 他在地上走呢 走得很好 你看他马拉松 马拉松怎么了 所以各位 你了解这个法门的好处之后 诸大菩萨 文处普贤这样之类 就跟我们是同见并奇啊 所以观音视之为良从 不限事件 这个凡夫之友 就这样你这个要底气 这个信仰开阔 你这种信心满足 哪有什么法门 所以上包等觉菩萨 下包武力 要棒法众生 这信心圆满 为什么 往生成佛是刹那之间 除非你没得到这个法门的利益 就好像一个人得到了摩尼宝珠 我们想说六字名号是摩尼宝珠 你得到了摩尼宝珠 你怎么会羡慕别人一个金戒指 那不可能的事情啊 对不对 就不要羡慕这些 羡慕这些啊 你就会容易受骗上当 老实念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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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